俗话说,出来混迟早都得要还 那位自称最有爱心的Lider 假面骑士Decade 曾游历数个世界 夺取过历代主旗的力量 结果没过几年 就被后来奔出来的各路神仙反补 走上了他的还债之路 借过第七哥力量的角色到底有多少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盘算一下 第一位,阿玛达姆 假面骑士Visa的结局后 出现了一位邪恶魔法师 为逃离魔宝石的封印世界出去复仇 阿玛达姆抢来过大量骑士戒指 并召唤假面骑士Decade协助自己抓捕再逃法爷 说真的,你摇人摇谁不好 摇第七哥?而且还是王小明本尊 这人放到全二五载排名里 那也得是T0级别的叛逆 表面上小明哥说着 一切都是主人的任务 实际却早就想好了一百种反水方法 我付钱是让你来干活的 不是让你来度假的 即使阿玛达姆有过短暂EVM的高光 但最后依然不敌全十四骑士的最终形态群殴化为了鸡粉 至此以后你就会发现 再也没有第二位怪人召唤过Decade本尊 屁事多还容易搞心态 谁喊谁倒霉 第二位假面骑士Fifteen 十五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十五有个外号叫做小明快乐骑 如果说Decade是阿玛达姆的噩梦 那么十五就截然相反 他是Decade的噩梦 你他妈的看什么 出来干条 首先来看外观 十五的素体非常简洁 用一个比较抽象的说法来形容的话 他就像是Saber远古之龙的青春版 压迫感可谓是与生俱来的 而之所以叫他十五 是因为他拥有平成前十五位骑士的力量 距离十五就变身过四种骑士派生形态 其中Forge Wizard 凯武 这三人都是当时最新的骑士 但最强的却是第四种Decade装甲 为什么说第七装甲是最强呢 正版Decade想要使用前辈力量 必不可少的一套操作就是刷卡 你不刷卡 那大部分能力都是用不了的 但十五不一样 他强就强在 借了Decade的力量 却省去了Decade刷卡的繁琐操作 只要轻轻掰一掰腰带上的水果刀 手里立刻就能拿出其他骑士的武器 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而且不止骑士力量 连第七哥的攻击教育卡 幻象 转机 他也能复制并增强 加上当时小明哥是白地腰带 只有九十年骑士的力量 十五比他多了五个新十年骑士装甲 这才能倒反天罡 上演李鬼打李葵的戏码 你甚至可以合理怀疑 小明哥是否是被十五打出心理阴影之后 才铁了心要升级品红腰带的 这就是轻爹级别的counter啊 第三位 假面骑士石王 DK的装甲 转身之平板脸学院偶像 误入异世界成为卡米莱达 作为史上第二位 主打借力量变身的主棋 石王一共拥有过九大骑士装甲 其中最特殊的一个 莫过于地骑装甲 别的骑士装甲都是派身形态 只有地骑装甲 它是强化形态 也难怪 毕竟地骑表里面 藏着一半小明哥的本尊力量呢 至于造型嘛 其实你只看身子 不看平板脸的话 也不至于认为抽象到像是什么前卫艺术 上半身装甲 和地骑哥本身的相似度也很高 都是左肩加胸甲 连出一体 黑底上还用白字 印着DK的标志性的条形码 和神秘数字代码 这串代码 其实在地骑哥自己的骑士文章上 早有出现过 453145 就是阿拉伯数字版DECADE的拼写 而地骑装甲的另一大特点 便是可以插入第三枚表盘 变身成其他强化派身形态 1加1加1 三位骑士的力量 一种石王三阶雏形 按正常逻辑来说 D骑装甲蝶表盘 会变成对应假面骑士的中期强化形态 例如Ghost感恩魂 O字鸟系联组 XZ的双子动作玩家等等 但是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滑点 没有强化形态的骑士怎么办呢 你可以利用这点凯手bug 直接变最终形态 龙骑就没有强化形态吧 于是小梦王用它 直接变成生存龙骑了 还有个比较例外的派身 是DK的Saber装甲 按常理来说 这个形态的身体应该得用假面骑士Saber的龙文骑士 再或者也得是勇气之龙吧 诶 都不是 只有平板脸和胸口大字变了 身体和常态一模一样 还手起刀落 直接把无敌的焚魔石王给斩了 合着拓满老师本则用的叫勇气之龙 到你小魔王手里就变超勇的龙了 这么玩是吧 你很有啊 开玩笑 我超勇的好不好 第四位Another Decade 异类地骑 如果说焚魔石王是平成最强的假面骑士 那么异类地骑就与之对应 是平成最强的怪人boss 至少东应自己是这么轻定的 那他凭什么能成为最强呢 第一点 斯沃鲁兹变身异类DK的蛇 和石王的DK的装甲一样 用到了从小明哥那里 强夺过来的一半本尊力量 第二点 斯沃鲁兹体内 本身拥有着双重时间王者的力量 所有要素聚集到一起 致使他底子就没法弱到哪去 实战方面 异类DK的又有三大特点 首先是召唤 他可以随意召唤各个时代 或时间里的黑暗假面骑士 以及假面骑士们打败过的最终boss 例如灵号 Gameduce Evoluto 这些召唤物是平成骑士 主宇宙里的复制品 战力一比一复刻 唯一不同的地方 是会完全效忠于斯沃鲁兹 明明拿的是DK的力量 但不知为何 摇人方式跟D&有点相似 莫非你俩 私底下真有一腿 防御方面 一类DK的天生皮糙肉厚 挡得下Gate刚里的必杀不说 连坟魔石王的招牌大招 坟魔必杀技 也能硬扛数十秒 要知道 换做其他人扛这招的话 大概率刚碰到坟魔脚底心的那一会儿 就已经成灰了 而且连DK本尊都不会在战斗时 使用的极光帷幕 斯沃鲁兹却多次用他 躲掉了许多本该直接挨下的伤害 可见战斗经验之丰富 最后是伤害 一类DK的技能伤害还用我说吗 一打多 都是常态 再看看他打水旗Aqua的时候 一脚回旋踢踹死对手不说 顺带还隔山打牛 用鱼波把宠皇石王给震飞了 当然了 这些强度主要还是因为 斯沃鲁兹本身实力强 第七哥的一半力量 起到的是锦上添花的作用 哪怕你觉得一类DK的 压迫感不如其他Boss 但就实力而言 他确实足够成为平成最强恶人 第五位 假面骑士Legend 这位不用多说 应该是所有借DK的力量 变身的人里 外貌相似度最高的一位 完全就是第七哥圆皮的 至真幻色版嘛 Legend在官方设定中 被命名为新次元战士 因为其变身者 奉引Kaguya Quartz 而时被第七本尊拯救过性命 于是Kaguya以恩人的倾向为基础 制造了假面骑士Legend的骑士系统 战斗方式结合了DK的 D&两者的最大特点 通过骑士凯米卡片 与传奇马格南枪 召唤历代传说骑士们作战 Legend摇来的骑士和D&不同 他会靠自身特性 为召唤物叠加华丽Buff 增强实力 这点从他们更加晃眼的必杀特效里 足以窥见一二 当然这个增伤Buff 同样适用于本体变身 Legend自己切换的历代假面骑士 都带有名为Golden Golder Star 黄金华丽之星的单边肩甲 这玩意儿可绝非是中看不中用的装饰 大家还记得 假面骑士DK的腰带两侧的彩色原点吗 这些在设定里代表着风 水 土 光 六种元素属性的神秘印记 而Legend转换形态后的肩甲上面 同样有象征着六大元素的宝石 有就算了 数量还比地齐多 正反两面加起来 共计20枚以上 所以同为借力量 Legend肯定要比DK的直接复刻来得更强 后来磕穿到TV后 Legend又拥有了对标DK的 神主牌的最终凯米驾驭 Legendary Legend 复眼颜色转换到D7同款品红色 变身的形态 也不再局限于历代骑士的最终形态 而是能同时召唤数个不同形态 与自己一起行动 也难怪这个形态的变身道具 会被百戒称为超兵器了 总结下来就是两句话 Legend可能在变身者履历和经验方面 稍显不足 但至少骑士性能上 已经达到了DK的全方面上位水平 至于Ghost的瓶神魂 还有虫黄石王 这些没有单独使用过DK的力量的大杂汇形态 就不给大家一一细缩了哈 那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是小陈 一个永远不会脱根的男人